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新云大师的著作 叫做《日日观音》 这篇文章是从博光菜庚坛选入出来的 文章说 悲伤的时候有欢笑的表情 欢乐的时候有悲伤的挂念 忙碌的时候有轻松的感受 轻松的时候有忙碌的进取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日日观音》 我们都知道 观世音菩萨与我们最有缘 所谓加加弥陀佛互互观世音 每个人都非常的崇拜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观自在菩萨 观世音菩萨能够观察世间的阴身 闻身就苦 观自在是他自己每天都能够自观自在 因此这篇文章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 好像自己就化身为观世音菩萨一样 不但自己每天可以自观自在 甚至可以闻身就苦去帮助别人 悲伤的时候有欢笑的表情 欢笑的时候有悲伤的挂念 这些都是两极 那如何在悲伤的时候还能够有欢笑呢 欢笑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有悲伤的挂念呢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中道的思想 因为凡事过与不及 都不是我们人生应该有的观念 因为过与不及 都会为我们带来一些麻烦困扰 甚至是灾难 那在这里呢我们先要有一个思想 就是中论里面说的 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 若无空义者一切法不成 这里的空呢指的就是因缘合合 所以呢世间的实相呢就是因缘合合 凡事所有的事物呢 都不是固定不变 它都是随顺因缘而改变 因此我们在悲伤的时候 可以有欢笑的表情 为什么 因为你悲伤 可能现在人生正是谷底 可是谷底不就没有 不会更坏了吗 已经走到谷底 那接下来呢 都只有向上了 不会再坏了 所以呢 这样子不应该有欢笑的表情吗 从今以后 每天都会进步了 不会再坏了 那欢笑的时候有悲伤的挂念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 不要乐极深悲 所以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世间是无常的 要随时有忧患意识 文章接着说 忙碌的时候有轻松的感受 轻松的时候有忙碌的进去 大师曾经在文章里面提到 有一个教授呢 对大师非常的挑剔 对他所做的一切呢 都强强地给予批评指教 但是呢 他有一次呢 发自内心的赞叹 幸运大师说 幸运大师 凡事都能够举重若轻 那大师听到他这样的一个赞叹 大师觉得说 他一生受过很多的 这个赞叹啊 名誉啊 他觉得这个 他最感到受宠若惊 最感到受用 这个呢 就是我们虽然很忙碌 或者是有很多的事情 压力很大 但是还能够用轻松 平常的心呢 去面对 那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不忙不乱 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所以呢 我们冯国三有很多的法师 也这个 常常接受大师这样的一个指导 我们很多的法师 都非常的优秀 也具备这样的一个性格 像我们有些法师呢 他可能负责很多的建设工程啊 非常的忙碌 可是呢 我们又常常办很多的活动 比方说 办这个 这个 国际的这个篮球比赛 佛光杯的篮球比赛 那有一次我就听我们的法师说 人家问他说 你忙不忙啊 还要负责这个建设的工程 还要负责这个篮球比赛 各种的活动 他说 还好啊 不过就是打打篮球 玩玩泥巴 所以呢 这个用轻松的态度 平常心去面对呢 在忙碌的时候呢 也能够有轻松的感受 接着呢 文章说 富贵的时候 有贫穷的谦虚 急躁的时候 有缓慢的修养 缓慢的时候 有急躁的精神 忧苦的时候 有快乐的观念 快乐的时候 有忧苦的心情 这个呢 都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呢 我们呢 在面对人生 种种的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都要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不要落入极端 不要落入极端 要保持一个 忠道的一个思想 这样子呢 凡事呢 都能够 有一个稳定的心情 来面对 可以呢 把事情处理得更好 接下来呢 我觉得呢 就比较 我们要去 认真的去思考了 大师说 发怒的时候 有慈悲的心情 慈悲的时候 有发怒的认真 一个人呢 我们讲说 发怒的时候 叫做火烧功德灵 火烧功德灵 这个时候呢 人很容易失去理智 会做出很多 这个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因此呢 发怒的时候 有慈悲的心情 发怒的时候 如何有慈悲的心情呢 我们呢 就是要训练 经常以慈悲观 来对峙自己的称恨心 什么叫慈悲呢 就是拔苦与乐 就是要给人 解除人家的痛苦 要给人家快乐 要视人如己 那我们如果能够 视人如己 有这样的慈悲心 那我们会对自己生气吗 我们把所谓一切的人 都当作我们的家人 那我们会对我们的家人 去称恨 去生气吗 所以呢 在佛教里面呢 教我们呢 慈悲 慈悲心 是对自称惠 最好的方法 那为什么慈悲的时候 有发怒的认真呢 因为很多人的慈悲呢 容易流于烂慈悲 就是呢 慈悲没有智慧 总是像父母亲 过分的疼害子女 那或者是呢 一些社会的救助呢 反而让一些人呢 他就是天下有白吃的午餐 他就不用去工作了 所以看我们看很多的 事实上很多的福利国家 到时候导致 甚至导致国家财政的困难 面临国家破产 都有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慈悲的时候 有发怒的认真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 要用智慧去分辨 我们过去听人家说 常听人家说 给他鱼 不如给他吊干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像八八水家的时候 那佛光山呢 在第一时间 就收容这些 纳玛夏的这些原住民 让他们在佛光山安置 那之后的协助重建呢 就不是给他们钱哦 这个我们佛光山的慈悲基金会呢 请老师来教我们原住民 教他们做 红肉里昂玛丽的果酱 金黄芒果冰淇淋 还有红豆年糕 咖啡包子等等 透过我们人间福报的福报 购平台来帮助他们行销 甚至还有化碟专案 就是由我们慈悲基金会呢 购买材料 然后呢 请这个长辈啊 艺术工作者 来教这些年轻的原住民 教他们编织彩绣 这些珍贵的这个技能 让他们能够智力更生 能够学得一技之长 所以这个就是慈悲有智慧 你帮助他 但是让他有至尊 让他能够靠自己去生存 那这个呢 他就能够呢 能够以后呢 靠自己能够独立 不用呢 永远都靠人家来救助他 甚至呢 还认领了桃园乡 跟纳玛夏的图书馆重建 然后提供奖学金呢 给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去读书 因为幸运大师知道 只有教育才能够真正改变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所以呢 这个真正的慈悲呢 不是无限制的去帮助他的物质 而是要提供给他种种 让他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 乃至于教育等等 接着文章说 得意的时候有失落的想法 失落的时候有得意的喜悦 拥有的时候有喜舍的个性 喜舍的时候有拥有的感受 为什么拥有的时候要有喜舍的个性呢 像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现代的人 因为经济发达 所以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其实这些拥有的东西呢 都容易让我们产生爱子 你拥有的越多 你的执着就越多 那你所想要的会更多 因为贪欲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那我们要怎么来对峙呢 大师告诉我们 钱花出去才是你的 这个大家听了觉得蛮奇怪的 钱存在银行才是我的 为什么钱花出去才是我的呢 钱存在银行不一定是我们的 因为财富是五家共有 政府要税金啊 这个火灾水灾盗贼 甚至有不肖子孙呢 都帮你花光光的 所以存钱在银行不一定是你的 花出去才是你的 这什么意思呢 你拿来布施做功德 来帮助别人 那这些福报 别人都偷不走 政府偷不走 盗贼水火都偷不走 这不就是你的吗 因此呢 拥有的时候有洗舌的个性 就是真正的拥有呢 你是要把它布施出去 把它用在对的地方呢 才是真正自己能够得到好处 洗舌的时候有拥有的感受 我们呢 对事先很多的这个事物的了解呢 新云大师常常说呢 享有不一定要拥有 比方说我们看到人家开 很好的车子 住很好的这个楼房 那或者是呢 这个政府的建设啊 这个很豪华庄严的建筑物 那我们拥有 享有就好了啊 我们不一定要拥有啊 如果你也拥有这么大的建筑物 那你光是要扫地擦玻璃 那不是很累吗 所以呢 这个最聪明的想法就是 享有 但是不一定要拥有 那这个很多的人呢 能够体会这样的感受 像我们的高雄很有名的 陈树菊女士呢 她就是呢 自己本身需求很少 听说她每天花不到一百块钱 但是她所节省下来的钱呢 几百万几千万呢 都去帮助学校 都去呢 赞助这个公益的基金会 所以呢 她得到这个时代杂志的 世界百大影响人物的 这样的一个表扬 大家都称为她是台湾之光 因此呢 像这样子的 就是真正懂得 什么是真正的拥有 懂得布施 懂得那个财 懂得布施 才是真正的享有 因此呢 我常呢 这个也听人家说 真正的贫穷是什么 真正的贫穷是 没有能力付出的人呢 才是真正的贫穷 因此呢 大师这篇文章告诉我们 很多 很宝贵的 事件的真理 我们呢 不但呢 不但要拥有 忠道的思想 凡事呢 不要落入执着 不要落入这个极端 而且呢 要对这些财富啊 对这些慈悲 要有正确的认识 相信呢 我们读了这篇文章 大家都能够有正确的见解 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呢 过得非常的 这个美满 非常的幸福 过得非常的快乐 我们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 祝福大家 身心健康 吉祥如意 聪明灵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